乌兰民众俱乐部将在今年底设立建乐中心 为年长居民提供免费的一站式服务 让他们在医疗 身心 社交等方面获得协助 来看记者李凯言的报道 乌兰就像我国其他地区必须应对人口老化问题 乌兰民众俱乐部的这个角落正在改装成建乐中心 为年长居民提供服务 服务范围相当广 包括一组志愿医生和护士 教导居民如何正确服用药物 中心也设有咨询室和电脑设备 并开放热线方便居民查询 三八旺级选区议员李玉云在记者会上表示 乌兰民众俱乐部也将在明年初 出版记载乌兰历史的英文书《新系乌兰》 约20名中学生目前正访问乌兰的老街访 访问内容将编入32页的书中 我们也从他们的苦術当中 发掘到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记载的话 能够给居民一个归属感 然后就是让他们能够把这样的故事 传承下去给他们自己的子女知道 书本将免费分发给乌兰居民 也会推出电子版给居民下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